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留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最詳盡的新馬資訊 帶你看盡世界馬壇 輪盡馬圈天南地筆 馬場USB 節目主持人 尤達 啦啦 回來第二節的馬場USB 第八場其實都蠻特別的 剛剛有兩隻跑完二、三回來的馬 跑到二班 這場賽事跑到近途程2200米 今年第一次跑 不是今年第一次 是近五季來的第一次 因為近五季 B加爾蘭沒有跑過2200米 B加爾蘭未跑過2200米 近五季來跑過2200米 其實跑完這場 因為其實女王杯日 也有皇太后杯被人選擇 我亦都查過 其實今年很多那些 因為今年跟以往不同的地方 就是皇太后杯是跟女王杯日一齊跑的 所以很高分的馬就會去跑女王杯 或者跑一些吸制賽 相反就會留一些分數比較低的 而沒有份跑女王杯的馬 就會去跑那場皇太后杯 那變成一個局勢會是怎樣呢 皇太后杯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看到 跟一場二班賽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你可能會看到這一堆馬 這十一隻馬 可能再加上其他的 可能都是這個分數 會變成一場 三級賽的獎金 但是分數的區域 可能都是105至80分的賽區 那不如我們先看一場打比 威利家道是非常可憐的 基本上全程都沒有騎過 相反海旋新輝 就趁著那隻勁精神 一力藥一內蠅捐一個位出來 那他跟明月千里就彈掉後面那些 但是威利家道這場馬就很慘了 他沿途 是沒有 差不多完全沒望空 是最後一百米現在才望空 所以你們不要以為他輸給海旋新輝三個馬位很遠 其實這一場馬他差不多沒有騎過 效得二千三個 然後我們看看這場 贏的那隻就是起連掌聲 看看那隻好帥仔 安全和格戈儀怎樣跑 好帥仔這隻馬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二班是這個分數的馬 所以他在這裏都恰如其分 而安全的狀態就逐步逐步地回來 其實這隻馬 他上季都贏過這個二千二 所以這隻馬差不多回來 好 接著我們看看這場 紅心巨龍怎樣偷那隻海旋新輝 出頭先那隻就是海旋新輝 這場因為是達少巧 所以又要打折扣 紅心巨龍 等你先出頭先 然後我就螳螂報仇黃雀在後 但是你看看文藝復興在他後面和安全 其實他逐漸的狀態都正回來了 尤其是文藝復興是上年的黃大陸盃 後悲都收拾 好 接著我們看看精氣神 這一場馬就是打比之前四日跑 其實精氣神以他的分數和進級資格 夠資格打比 但是他選擇放棄打比你這一場馬 結果那些五倍吃得很飽 包括小弟也是 有點離身 但是這一場差不多 是駁到盡來跑這一場 贏錢兼贏馬 好 另外一隻是聰明才智 這一場是跑濕泥的 前面就是飛龍區 現在準備過去那隻就是川航萬區 大外蕩衝得很勁 那隻就是中環大地 但是聰明才智也是 他差不多回來了 他也是越跑越回來了 我經常都說這一件彩衣 其實他可以看準一招 但是好像這一場 因為他是臨時報名加入的 所以就 我會比較看低一點點 所以師兄不如你先說 有 我先說 這次其實這一場 這一場賽事其實都挺有趣 因為剛才我也所說 今年打比的二三名 海旋生輝威利加道 就跑來這裡跑 我覺得就 就很可能他們跑完這一場之後 就可能會 就是跑這個 王太后杯 就在想著 就是貴美的那個 那個遮打杯 所以這一次 就是我嚴格來說 對於海旋生輝而言 就應該這一次都應該是一個 很黃金的出頭機會 就是 很多人就說 包括 阿拉在內 都說這隻馬就不太懂得出頭 那又到現在都還是一隻儲淚馬 那你看回上一場打比 其實就 潘頓都叫做 真的叫做摸到這隻馬的真正性能 如果你看回他 只不過當日 李明月千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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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發力 是真的比他更加強 亦都鬥足一條直路 他亦都曾經試過 就是 就是fightback 那之下都緊緊輸 那但是你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隻馬和潘頓 是應該是 叫做最合拍的了 那你相比之下 你看回之前 他和達少 那個發揮 你看回潘頓這場的發揮 就是打比的場發揮 你就知道這隻馬 就是這次他再跑 長多200米 其實就 都沒有 都沒有藉口的了 如果這一次 都再不好把握這個機會 還有這隻馬 你看回他過去 就是跑了到現在跑 今季都跑了 跑了七六七場 你看到這隻馬 他是一個 都幾講尺寸的馬來的 就是令我想起 就是 很多年前 就是多威 多威 又是 鋁拼不拯 就是很多時候 就是 一直都很難出頭 很難出頭 那就改變後來 這隻馬去到高東尼那裏 改變了跑法之後 就可以 就是反鮮 那這隻海船生輝 我覺得就有些 有些相似的地方 那 沒錯 跑完那場打比 那場打比 是一個很 Tough的 Tough run來的 跑完那場之後 其實這隻馬 都叫做 回回 就是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之後 他都有 繼續做功夫 但是 那隻馬 其實就越做 越好 那現在 其實到這一步 到這一步 就是最後試跑 看他 看他這樣 就是清書步 他走 其實這隻馬 已經 跟他打比的時候 是差不多 那我覺得就 這次他排到 個十檔 那這隻馬 因為這場 只有11隻馬 跑了 那他擺了2000 其實他都可以 就是走法 就是擺位 都可以擺得比較 機動一點點 就是 又不會說 又不用說 太吃虧了 因為都 因為都 還有一段路 才會轉彎的 所以我覺得 對於海船生輝來講 這一次 再贏不了 就真的沒什麼藉口 所以我就給他多一次機會 但是呢 反而次選呢 我就不是選一隻威利家道 我反而就要一隻精氣神 那你看回上一場 雷神怎麼樣 你又吃到飽了 五點幾倍 贏了威利大大 小龍兒 比加超 當然 他那一場只不過是 三班 八雅五分 頂分 突分的三班賽 那一場 那一場馬 他背得那麼重 他這樣跑1800 又有幾個彎位轉 那就當然是 容易走一點 其實這隻馬你走回大場 就應該好一點 如果你看回他前一仗 輸給太金剛官志在 那場馬 他那個第三 輸給兩右四分一馬位 其實那場馬 其實你都看到 他那個 那個填草性能 其實是不頑的 那本身加上他 加上他血統 他都是這一個 奴程的馬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這隻精氣神 因為他對上那一場 是昆士蘭打比 雖然是輸得很遠 但是起碼他證明一件事 他現在在香港已經適應了水土 以及論那個 長力 應該也有長力 所以我覺得這對馬 阿摩這對馬 就應該就 可以構成到馬防Q 跟著第三 我才會要回威利加道 那剛才那場打比都看到了 說就說跑二千 你看到他在直路左塞右塞 跟著還要 還要拔出來 再衝 其實就跑了 差不多跑了二千二 那所以 加上他本身在 在外爾蘭 那個 外爾蘭打比第三 根本是強力 根本已經是早已經告訴你 根本是二千里半 一里半馬來的 那現在再跑一些 近磅 近打比逃程的 二千里米 其實就應該 這場馬 我就預期他會有 應該有更加進步一點的表現 雖然他現在是 背到重磅 一百三十二磅 但是呢 你講到這隻馬級數啊 或者是 這隻馬本身的適應呢 其實他應該是可以讓得到 這一堆 這一堆 低分馬 所以我覺得這隻 威利加道 雖然我是放在第三選 但是呢 如果這隻馬要證明他是可以 在日後的大賽 即是可以上到百二分流上 這一場馬呢 他一定要 至少要讓我看到他有 即是很明顯的進步 甚至乎他可以贏到 贏到給你看 才可以看到他 究竟是否去到馬王級數 至於最後選到 就是那隻 文藝復興 其實這隻文藝復興 其實你看回上一場 在紅心巨龍 海傳生輝回來 那場 那個第三呢 你看回潘頓 最後那二百多米呢 其實呢 他已經是沒有再 沒有再怎樣推騎 就是不斷走著 但是他之前 之前湧上來那段 他一比 那隻馬 是比到他 很好反應之下 就擠了上來 但是因為他見到前面 都相距 雙距 紅心巨龍 都差不多兩個 都只剩下了百多米 根本沒可能追 所以順著讓他走 但是你看到那隻馬 狀態就明顯回來了 那但是怎樣 但是呢 潘頓這隻馬 就是潘頓的私家車來的 那但是 潘頓為了要海傳生輝 就放棄了這隻 所以這隻馬 給回國能 即是那個薑城 都有一番傷弱的薑城 我覺得這隻馬 都不可以看死他了 那所以呢 我第八場的心碎 就是 再給多一次海傳生輝 再給一個機會了 那就 拖回一隻八號的精氣神 二號的威利家道 和九號的文藝復興 我就跟你 有些東西不同 我堅持 不出頭的就是不出頭 所以我就擺第二 我甚至真的用一個很囂的買法就是 三重採指定行第二 三重採指定行第二 這隻馬 有時有些馬 那個 即不是懷疑他的實力 是懷疑他有時 如果他力短都更好一點 我是怕他那些 馬的脾氣 或者他那些會想東西的那些 那些馬 我就擔心這件事 所以 如果是這件事就麻煩了 如果他是會想東西的那些 就麻煩了 有時有些馬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擺他第二 還有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這隻威利家道 為什麼 你四隻都沒有他份 這次你就會 老實說 我自己認為 這隻威利家道 如果大家同一手出自惡辦的馬 我覺得他不會差得過 他是後上版的高利茲舞 是很好的馬 但是 我經常認住 這隻馬 我是純粹一個好偏門 因為我看過隔夜的賠儡 只有十多元 我覺得這隻是一隻吃大茶飯的馬 即是他贏 要贏獎金 還要贏馬 還要贏賠儡的那一類馬 即是有吃有這個 是的 我真是很老實說 如果他十多元 他贏 大家喜歡可以拖起來 他實力也是最高的 但是 始終威利是 馬主無論他在古壇也好 或者在馬壇也好 都是那些 即是所謂博弈味比較重的一類馬主 所以我就 既然這麼熱的話 大家喜歡就自己拖起來 我就不放下去 好了 我首選就選一隻文藝復興 其實去年 大家都記得 他皇太后杯 他輸了一隻起年寬升 但是今年 這隻馬一直的狀態都還沒回來 還有可能 方家柏都知道 他不是屬於那類馬 黃級的馬 可能他就好像姓哥兒那類馬 一季 駁一兩場 那些重要賽事 看到這隻馬現在逐漸逐漸回來 你始終都是輸給喜連寬升 那如果跑完這一場之後 其實他跑黃太后杯 其實他會更好的 我就會覺得 但是這一場馬 他也不是太重的 他也逐漸地回來 當海旋新輝 我也都將他指定第二的時候 那我就放他先走了 其實就是 那紅心巨龍呢 我也是形容那樣東西 贏得你一次 就可以再贏多你一次 即是又是很壞的 那樣東西又是有一點點叫做 我吃得你一次就吃得你第二次 還有他證明了一樣東西 我就算不算 那場馬不算那隻海旋新輝 其實他也贏回後面那些民藝復興 贏回那隻安全 都有一段距離 贏回他 所以他其實 放在這裏 也是一個正路的選擇 最後四選 我就選了一隻安全 其實這一隻是很正宗的 2200、2400馬來的 亦都是不斷地跑一個狀態 那只會是越長越好的 那上次其實 千八已經是短的 這一隻馬其實是 他現在跑2200 他跑完這場 再上升的狀態 可能跑一個位置 跟著就可以跑黃泰學輝 那所以我就 播一下猛 那我就 文藝復興行頭 找一隻冷的行頭 海旋新輝指定第二 然後就紅心巨龍安全 然後就選擇 但是威利加道 我不是不喜歡 但是我嫌他太熱 還有我經常覺得 這隻馬的薄逆味很重 所以我才沒有選擇 但是大家如果 不介意他熱 你放下去 我亦都覺得 OK的 其實就是這樣了 簡單報一報賠率 這一場第八場 現在威利加道 就是2.1倍大熱門 次熱門就是 海泉生輝3.5倍 阿拉拉你提的那隻文藝復興 我們也有說 就是13倍 至於那隻 紅心巨龍 就更冷一點 15倍 精氣神 精氣神就11倍 還有哪隻馬 我們還沒說的 安全 就19倍 其實這一場馬 因為就是威利加道 和海旋新輝一隊 打比馬 背起了一個大局 其實隨便死一隻 然後就很好分了 整件事而已 或者如果一個 不要吹兩隻都死了的話 整件事就是很好分的 所以我就 真是博一下夢 我自己就 所以我就 這樣擺發了 好了 接下來我們都 有幾隻新馬 我今天有隻新馬 我很喜歡的 一定要說 不過首先 逐隻逐隻來 首先說那隻 奪冠 第四場的四巴之二 他是白金礦的兒子 這隻馬 本身試襲的時候 我自己這樣看 他沒有什麼 Gate Speed 而且經常都要比 這隻馬 不是那麼短的馬 我自己覺得 這隻奪冠 因為他媽媽那一邊 其實他最長可以贏到二千米 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們不如看一看他 試襲那條片 好啊 有一條片 其實他試了三次 其實那邊已經是這個馬主 鍾建書先生所用了 這件衣服其實都老排彩衣 香港以前帶過一隻 保馬錦標冠軍 敬將軍 但其實他呢 你看他呢 他佩服得很久 白帽紫衫在馬群裏面 現在才過了一些力藥 這一組閘是七八五十米閘 所以這隻馬呢 我自己會覺得 他都是需要 跑長一點 而且我也覺得 不是屬於很早熟的 我想都要搞一搞 但是我也要補充一點 其實他基本功夫都做得幾足下 對上一次 對上一次 就在三月二十二日那天 試了貨泥閘 拍寶幫他操 其實那一貨 你看到他有少少走勢 基本功夫 這隻馬應該 林祥應該都 先看一下 我現在看看林祥賠多少 現在他應該有三十多倍 他基本功夫就做了 狀態就應該六七成左右 問題就是 因為其實這一場馬 其實真的很標榜 應該是一隻好人好事 或者是星光大師 叫做近況比較勇一點 如果這隻馬 他基本功夫做了二杯湯尾 又走來幫他騎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 大家如果有三十多倍 大家可以 看一看 有隔個冷位置也可以 好了 跟著講到 還有一隻我非常喜歡的馬 叫劍無名 那隻馬 我們看看血統 第五場 第五場 三班一千米 Roll the Save 新種來的 他本身Roll the Save 一生日人四場 千一至千六米 包括贏一場二級賽 坤士蘭堅尼 這隻是他的第一批 第一批的子字 媽媽那邊 就是 生個八胎 有六胎出賽 四胎贏 其中有一胎 所以贏了八場馬 一千至千六米 包括一場表列賽 指字包括 集中在中距離發展 這隻馬本身就是在2014年 Magic Million的 Book One 賣出來的 十二萬澳洲 我看一看這隻馬的賽 其實這隻馬有很多故事可以說的 其實這隻馬有很多故事可以說的 下一張照片 下一張照片 看看他的賽 好 這隻馬一直在那邊 其實都是在南澳洲那邊跑開的 到最後一場就落費明頓 跑一場千四米的賽事 就贏了那隻 就叫做 永勝神駒 那隻馬就來了香港 去了高帕新馬墳 但是插低他兩分 你待會看完片 就明白為什麼插低他兩分 第三那隻 就叫做 Bo Arum 他之後就贏了一場表列賽 和贏了一場三級賽 不是 贏了一場三級賽 那場三級賽 就是考菲爾德堅來預賽 所以這隻馬 其實一跑完那一場 費明頓那一場 千四米之後 根據朋友說 其實很多香港方法 那方面的買手 對這隻劍務名 都很有興趣 開始針對 開始很有興趣 結果也用一個 都OK的價錢 拿到回來 但是這次馬 我是很喜歡的 我自己是 我們先看了一條片 看它怎麼樣 內蘭橙帽 白色衣服 就是劍務名 剛才從內斗拉出來 外檔那一隻就是了 你現在看到 它最後四百米 它不斷都要推 打打 然後 然後才開始 才有爆發力 現在裡面 藍色衣服 就是永勝神 它就賺了那個形勢 內蘭給它 捐個位置上來 現在才看到 它越衝越行 這隻馬 但是這隻馬 就有一個特點 這隻馬在那邊 就會漏襲 所以 告冬離來到香港之後 就不斷試襲 就要省它的前速出來 因為如果不是 你在香港 經常都漏襲的話 那你是很麻煩的一件事來的 以它贏的周末那一場 八萬元的第二 第三名的水準 之後可以贏表熱賽 和三合賽 還有這隻馬 試襲 比下去的反應也好 當然 它一千是會延短的 但是有十四檔 還有那些人都會說 喂 吳家駿 你怎樣 你想怎樣 但是吳家駿其實已經幫它試了兩次 其實是自己一直操住的 這隻馬 告冬離也都試過 其實有時候它有些馬 我們叫做什麼騎士回來 這隻馬我就想 我是推薦大家買WIN 還有這隻馬 我經常覺得 它可以跑短途 因為本身它父母兩線 都是短途起家 還有這隻馬很大隻 一千二磅 我自己是喜歡的 坦白說這隻馬 我認為這隻馬是非似中物的 第二我認為它有一出即勝的本錢 這個我也同意 另外也要留意丹爺那隻宇宙車神 那場跑完鮑尾之後 都要試過閘 因為那場一落的場地又不是那麼理想 二來的配搭又是梁家駿 但那場馬完全都走不回來 但之後再試回閘 再拍那隻花月流星 這隻馬是上力了很多很多的 所以這場馬 除了劍無名 操好了 打算一出鑑山吞之外 其實這隻宇宙車神 都是做足功夫來跑這場的 所以這條2-4Q 大家都可以留意 我覺得這隻宇宙車神 上次當它沒有跑過 因為始終這麼年輕的馬 又落雨 一千塊又失敗 接著又被人夾 你不要以為它輸得很遠 真的輸得很遠 這隻馬未得 有時那些三歲馬 它有些意外 或者場地不太容易 就不跑了 沒錯 所以上一場我當沒有跑過 另外一隻是銀禧繽紛 但這隻馬我一般的 這隻銀禧繽紛 叫做Red Giant 其實是出自巨人場題 它在美國贏了六場馬 1600-2000米 不過是在美國跑草地的 贏了一場一級賽 2009年開始在美國配種 但你知道美國的草地馬 最後就落到紐西蘭 但最厲害的指示 都是三級賽上名 媽媽那邊叫Quinsa 出自King of Kings 這隻馬 Quinsa 本身他生過一隻 叫做美麗任務 在紐西蘭贏過一場 1400 拿來香港大隻馬 就不可以 Quinsa本身就兩折 1000-1200米 我沒有查過 這隻馬的媽媽屬於哪個 但我猜 這隻馬可能都是 郭兆明先生 即是美麗系名 因為這隻馬來香港之前 都是穿美麗系的衣服 然後我們看看他的賽職 老實說我真的不太喜歡 後五場馬都不出頭 跑1600米以上 還要是紐西蘭的長途賽 去到跑Watato Guinness 對著那些 士勝義 閃電王 你跑第十二 到最後跑得很辛苦 才在一場2200米的賽事出頭 我們不如先看看他的影片 其實這隻馬是很均促的 你看到美麗系的衣服 就是那隻銀稀繽紛 即是粉紅袖那隻 現在委員正在移動那隻 本身他先出頭 但是他被人掩蓋了 現在就在內蘭捐個位上來 但是這一組 在這些很西蘭 屬於不是很出名的馬場 跟著 再跑一些 八千元的儲女馬賽事 還要跑到第六場 跑2200米才出頭 可以回來的 我這隻馬也有時間搞了 所以就不浪費時間說 這隻馬還要跑1400米 比較短一點 因為這場其實 其實這場第十場 都有兩隻馬都值得留意一下 第一就是那隻 人民沒事 其實上兩場跑到 一駐賽回來之後 這隻馬碰到大摩 是故意收回他 重新做過功夫 那隻馬就開始好一點 那這一場如果他要證明到 他有明年能夠有 角逐這個經典一里賽的實力 那這一場就真的不容有失 不過呢 又擺一無私意上去 但是人民沒事 我始終一嫌他 雖然贏了那一場新馬錦標 是一班獎金 但是他只是贏一隻妙錦而已 妙錦現在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所以現在這一場 他跑回三班 那你就可以值得看 不過又這樣說啦 雖然說無私意 我就覺得 就有戒心 但是起碼他幫這隻馬 贏過兩輪 就是跑過兩次兩次都贏 唯一就是可靠一點 還有一些好像吉祥呀 勇驅那些 都應該是對手來的 所以這一場如果 這隻銀禧繽紛 就是要贏 剛才我說的那一閘馬 真的跑不到 跑不到才行 好了 那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就說很多新聞 不要走開 我們現在進行 假裝 就想去 那一個 有 7 這一個 是 那些 那些 我 都